謝霆鋒與王妃自從2014年複合之後 雖然一直表現得很低調 但感情就夠穩定 不過最近在網上突然封傳兩個人已經分手 而霆鋒還與楊蜜一齊 還言之作作地說霆鋒會在3月公開新戀情 其實楊蜜自從去年年底宣布離婚之後 已經先後與好多位藍藝人傳非聞 最近甚至連霆鋒都被牽連在內 而這一天霆鋒就為這件事開聲回應了 請問有傳你和阿菲分手和楊蜜拍拖 神經病我們很好 你和阿菲很好 為何會傳出楊蜜 你和她本身熟不熟 真的不知道為何會傳 你和她熟不熟 因為之前她好像拍過風味 我對上次見她是我們頒獎點來一次 會否這件事影響你們感情 因為經常傳出 會否打算結婚 不會 不會 總之沒有分手 其實楊蜜曾經大方公開說過 謝霆鋒是她男神兼偶像 而楊蜜更想過由霆鋒主持的節目風味 不知道是否因為兩個人 在去年12月一起為華表獎擔任頒獎嘉賓 之後楊蜜透過工作室宣布離婚 令到兩個人的飛聞馬上傳開了 今天特別開心可以跟屏風哥一起來頒發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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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